大家好,我是小七 最近我的邻居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一位独居的阿姨 每天晚上都觉得邻居家的电器有噪音 多次上门沟通检查 也没有发现异样 最后,邻居干脆晚上把电闸都关掉了 可是呢,还是关不住噪音 直到阿姨的女儿放假回家 并没有听到所谓的噪音 才知道是阿姨出现了耳鸣的问题 于是赶紧上门给邻居道歉 耳鸣呢,它这个声音分为很多种 有的人是缠鸣声 有的是树叶的沙沙声 还有尖锐刺耳的金属声 嗡嗡嗡的飞机声 种种声音呢 就像是我们在耳朵里面养了一只蜜蜂 总是嗡嗡嗡个不停 吵得然不得清静 今天就给耳鸣的朋友们吃个招 在我们的手上有一个很灵的耳鸣点 咱们在生活中有事没事都去揉弱它 能够非常好的帮助我们改善耳鸣 还您耳根清静 我们来找一下中猪穴的位置 中猪穴在我们的手背上 首先咱们找到第四和第五掌骨间的凹陷处 就是当我们手握拳的时候 无名指和小指这个关节的最高点中间 这有一个凹陷处 找到之后呢 我们用自己的拇指沿着这个缝隙 往上推 往你的手背上推 中间呢会发现它有一个明显凹陷 还有酸痛的地方 那这个位置呢 就是中猪穴的所在了 左右手定位的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换另一只手握拳 找到第四第五掌骨关节中间凹陷处 用拇指去往下推一推 有一个明显的凹陷还有酸痛处 找这个穴位的时候啊 咱们要注意 把大拇指的指甲给减平 那你在揉中猪穴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先把这个拇指掐进去 然后呢 一边搓一边揉 让它发麻 一麻就通了 定位中猪穴呢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不用管它具体的位置 咱们只找到最痛的点就可以了 把这个痛点揉到翻麻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用一只手的大拇指指关节 向手背的方向有力地去推 一定要把你的拇指掐进这个指关节当中 痛的话呢 咱们可以用一点润肤油 精油之类的来缓解 每次连续推五十到一百下 左右手都是这样推 发现耳鸣及早防护 保持健康的生活规律 不生气 不熬夜 保护自己耳根清静 中医讲 圣为先天之本 每个人从出生到生长发育 再到变老 都与圣经是否充足 必不可分 圣气足的人呢 虽然年纪大 但经历依然旺盛 到了七十岁 依然身体硬朗 但是呢 我们看现在有很多人 在年轻的时候呢 由于工作生活的各种压力 熬夜 应酬过度地消耗身体 却又不注意锻炼 到了四十多岁 就感觉到体力下降得非常快 会出现耳鸣脱发 倒汗 要吸酸软 白天很疲惫这种情况 那这些呢 就是圣经被提前消耗的表现 圣主藏经 那冬天呢 主收藏 所以在秋冬之际 一定要好好的养圣 圣 开窍于耳 今天呢 就教大家一套耳朵操 可以起到强肾撞腰 养生一年的作用 下面呢 大家来跟我一起学习一下 第一个动作是揉耳朵 伸出双手 用双手的拇指 食指和中指 同时先捏入耳朵 耳尖向后揉一下 再放到耳阔的下面 逐渐地往下 一直揉到耳垂 从耳间一直揉到耳垂 左右手同时做 连续做十次 大家在做的时候呢 速度可以放慢一点 连续做十次 这是第一个动作 揉耳朵 第二个动作是拉耳法 同样的 伸出左右手的拇指和食指 首先拉住我们的耳尖 向上提拉一下 停留一到两秒钟 放松 然后呢 换到耳朵的中间 向外提拉一下 停留一到两秒钟 好 再捏住我们的耳垂 向下拉一下 停留一到两秒钟 重复做十组 耳间 中间的耳阔 还有下面的耳垂 这三个部位 左右同时连续做十组 第三个动作叫做摇耳朵 我们还是双手 但是也不能太轻 但是也不能太轻 第四个动作呢 叫做摇耳法 还是双手同时伸出拇指和食指 捏住耳朵 食指和中指放在耳尖上 拇指放在耳垂 往中间 往中间折一下 往中间折一下 放松 折一下 好 放松 连续做十次 这是折耳法 第五个动作 第五个动作叫做点耳法 伸出左右手的食指 放入耳道中 然后呢 左右旋转三次 点住耳朵 再拔出 反复做十次 把食指啊 放到耳道里面 左右旋转三次 点住两秒钟 放松 放松 第六个动作叫做压耳法 同时伸出左右手的手掌 把手掌呢 放到耳朵上 压住我们的耳朵 双手的食指啊 在脑后 好 压住耳朵两秒钟 然后放松 突然松开 好 重复十次 第七个动作 也是最后一个动作 叫做明天鼓 双手手掌伸开 把手掌放在耳朵上 捂住耳朵 然后呢 我们食指在脑后相对 这时候伸出您的食指 其他的手掌 其他的手指呢 都贴在头上 只用食指来轻轻地点击我们的后脑勺 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 好像是有打鼓的声音一样 耳朵里面能听见动动动的声音 这个动作就叫做明天鼓 连续做明天鼓三十次 大家在做耳朵操的时候呢 一定要提前修剪一下自己的指甲 以防损伤耳朵的软组织 另外呢 平时有耳鸣耳聋 听力下降的人 也可以每天练习这套耳朵操 这套方法呢 动作幅度不大 各个年龄段的人呢 都可以练习 也希望大家能够坚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大家一起互相学习交流 喜欢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哦